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上回说到 身穿红色和服的少女 用理论抵散了干液脆落的脖颈上 只要稍微用力 因她痴迷的鲜血就会喷涌而出 而她也将从无形的牙蚁中解脱出来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她的手太抵抖着 却无法在前进四毫 她好想好想杀了她 可是 她却下不了手 突然 她身后出现了一个鬼魅般的影子 她仿佛与黑暗共生的神秘人 打断了试的行动 只离开了干液 朝着铁柜的方向跑去 在她导向 那骑车挨在电车直下时 她朝干液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竟然无法杀了你 那么只能让自己消失了 这或许 是试最后的成全 而倒下去的是 仿佛堵入到了没有尽头的虚空 她的身子 不断地飘向了无尽的尽头 尽头处 蒙承出火一般的光焰 那像满足沙滑一般盛开的火焰 绽放着死亡的颜色 那样坚持着死亡 让事成最终的意识 害怕她颤递 她张开双臂 想要拥抱另一个字迹 可是那个字迹 却一直向火焰伸出嘴弱 她的怀力 只剩下一片虚空 她慢慢地睁开眼睛 沉睡两年的事 终于醒了过来 末日索吉 是桌上的鲜花 上面写着 配同干眼的名字 她艰难地念着这个陌生的名字 突然 鲜花上 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红线 游动的红线 捉通了湿的瞳孔 她感到痛苦万分 更没想到的是 当她那时候 触碰到隐色最深的红线时 一瞬间 鲜艳的花朵 迅速枯萎 散落成一片面花瓣 她惊恐的大汗 义务人员迅速赶来 然而映入她眼睛里的 都是由一条条红线 隔开的楼梯 她所看到的 除了死亡 别无踏悟 只抗拒着眼前 这个质疑破碎的世界 于是想要掐遍这份痛苦的来源 她用手覆盖住眼睛 毫不忧郁的用力压向瞳孔 好在虚弱的她 不足以毁掉双眼 医生及时的为她治疗 解决了所有的来访者 包括几乎每周六 都会来看望她的黑桶肝眼 高中毕业后 肝眼没有去读大学 而是到当地的一间 名叫《潜岩之堂》的 侦探事务所工作 事务所的老板 是一位名叫 藏起橙子的高级魔法师 她和诗一样 拥有双重人格 不同的是 她的眼镜 是让人格切换的出发媒介 戴上眼镜的她 是温和外向的 学下眼镜的她 则是果断 凌厉的 而巧合的是 两一家正好请橙子 为不稳定的事 做精神治疗 一来到病房 橙子就看到了 用摆布 往上刷脸的事 她安静地 坐在空荡的病房内 冷清 而有孤寂 她一眼就看到了 是胸中的空洞 那空洞 只有普通人 藏了填布 在橙子的话中 始终一清晰地察觉到了 一直隐藏在自己体内的 男性人格 知不见了 她现在真的是 过神一人了 她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 她肆无感受到 那可怕的形单影子 而这份感受 是对黑夜的降临 越发的明显 那展现她暗处的幽灵 不断传达低沉的声音 让我 进来吧 他们的靠近 是越发的恐惧 而狮子 也开始每天 都来和狮谈话 这些谈话 成为了视感之外界的 唯一一评 因为从虚空醒来的她 感受不到 活着的实感 她的内心 犹如一个空洞 躯地就如同一具空壳 她无法判断什么是活着 不知道自己意味着什么 无法感知世界 无法明白她人 和自己存在的意义 尽管她的记忆力 一直有一个 黑发黑毛的温柔男孩 可是 她不知道她是谁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当人站在远远超出 自己认知的环境中时 就会质疑 自己存在的价值 难和此时的养一世 感受不到任何存在 曾指说 她必须在新的头脑中 创造一个自己 那是谁也无法出手相助的 虾难创造 而知误会会消失不见 她究竟带着什么记忆 去了哪些地方呢 没有谁 能给出答案 包括是自己 也不清楚 晚上 从四边八方涌来的幽灵 疯狂地 想要突破城市的 舍下的结界 而在一片躁动中 黑夜中的事 透过白布 又看到了 那搓从交织的红线 那红线 似乎想要把她和黑夜 一起吞噬 死亡的恐惧 再次网造在事的心中 常基于死亡相伴的她 本能地 抗拒死亡 她不愿意堕落那片黑暗 于是 再次用双手 覆盖出自己的双眼 和突然出现了橙子 阻止了她 橙子笑着说 就算毁了这双眼睛 该看到的东西 还是会看到的 这 就是直死磨眼 万物 都有破绽 因为没有完美的东西 大家才会想要毁掉 重新创造 而由于两年前的事故 视着眼睛 便能够看到她 所有事物的破绽 这 就是常流无法试认的线 但有一场期 与死亡相伴 从而能够用自己的大脑 感知死亡 最后便能形成 能够看到死线 并且 还能触及到死 橙子兴奋 自己找到了同类 决定 告诉是 关于魔眼的使用方法 可是失去一点大难地说 自己没有活着的意志 然而明明没有活着的意识 可却 也不想死 明明没有活着的想法 却害怕死亡 在生和死的境界 摇摆不定 让心灵 变成了一片空白 这 就是失的状态 她活在了一片虚空中 论不清现实 而白败与生死之间的她 是残留着 在世间的杂念 最好的容器 那些杂念 将会聚成庞大的灵体 占据她空洞的内心 事宜就冷淡地表示 那那些杂念 在冲刺自己的内心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从此冷漠地离开后 只留下一句话 难道知道死 真的毫无意义吗 从此离开后 杂念立即聚成灵体 疯狂的攻击式 在强大的压迫感知下 是 渐渐地放弃了挣扎 就这样简单地死去 应该 也还不错 可忽然成子的话 却想在了耳边 那无边无际的虚空 和无限下坠的痛感 激发了她最原始的生存意志 因为害怕死 所以 只有选择生 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知了死 真的是毫无意义吗 最后她拼命地反击着灵体的压迫 一瞬间 适合灵体从高楼随到了地面 速速落下了雨水 打湿了湿的长发 被叫灵体 更强大的力量 从强了湿 就连改男的橙子 都束手无策 她目前所拥有的媒介 无法施展自己的权力 因为如文符文 是需要依附在媒介之上 才能展现她强大的实力 发现橙子 无法解决对方后 是 黄魂解开了 猛在双眼的摆布 激烈的瞳孔 蒸射出死亡的气息 口中冷静地说着 只要是活着的东西 祝山是神 我要杀给你看 她借过橙子 能给自己的熟悉底腾 在漫天的大雨中 干脆地切断了爱湿的长发 然后利落地 从此现四川的灵体的躯壳 幽灵 像雾气一般 慢慢消失在雨月之中 有一部分灵体 尘世重泻的时候 进入了她的身体 天空顿时开始电闪雷鸣 师抬头 望着不断坠落的雨滴 将利润 慢慢测入自己的身体 她要杀死软弱的自己 两仪式不会交给任何人 她继续在心里深处的杂念 随着利润的抽搐 而慢慢消失 只留下无限空虚的 切断之动 这也意味着 可以填补更多的东西 橙子告诉的是 模样的使用方法 作为代价 是要成为橙子的帮手 师也答应了 过度损耗第七的事 倒在了橙子的怀中 在昏迷中 她一直在想 这是为了保护什么 和消失呢 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梦吧 可是 为了那所谓的普通人的幸福梦 却给自己留下了 如此深邃的孤独 然而 似乎有一个人代替着枝 一直等待着她 一直会守护着她 她终于想起了 那个人的名字 黑桶干叶 那个如同法国诗人一般的名字 是隐藏在她心底 最温柔的起义 片名 空净 浅然之洞 剧中探讨 是内心仅是空洞 内心的空洞 意味着感到迷惘 或许前路漫长 却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虽然意识是清醒的 却没有活着的实感 像既然在生活中 茫然无措的 你 我 他 然而怎样活得充实呢 或许我们也能在新的环境中 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用新的记忆 填补无限的空洞 在新的生活来临之前 要尽最大的努力 战胜吞噬生命意志的恶魔 要杀死软弱的自己 不将自己交给孤独和黑暗 从小就对人类充满抵触的事 原先还有梦想追逐 可是在吃死后 他却感觉自己的梦想好像不复存在 因为吃的原因 他拒绝和所有人接触 他想杀死自 但当知真的不在之后 他则明白自己所谓的坚持 不过 就是虚妄而已 可是当你把匕首 刺在他自己身上时 事依然只是畏惧死亡 而选择生 他依然没有找到 自己所谓活着的实感 哦不 应该说已经找到了 但却是在杀戮中 才能够感受到 换种说法就是 唯有鲜血才能唤醒他 唯有接近死亡 才会排斥死亡 而想活下去 当故事长到 前蓝之洞之后 空进了空 究竟有了雏形 也明白所谓的空 到底是只核物 吃的洞 在知死去之后 只能由干液进行短暂的填补 而知死自魔眼的由来 这是由两一世的起源诞生 在意识和大脑同时 无限轮回体验到死后 从而能够感受到死线的存在 但是 过一点 全暂时无法获悉 死线没有软硬之分 任何存在只要通过死线 都能够将其毁掉 并且无法复原 而地眼 则是能通过它 让所有事物停举运动 至于虫子的身份谋发时 则可以变相称为 魔术师 这是一门学术 大多数都是一种假象的欺骗 不过一切魔术 都是接触于等价的交换 但在空境中加入根源的描述后 无论是魔法 也或者是魔术 都想靠近根源 但关于干液的描述 也是少之又少 它能够依靠自身 找到橙子 不想结界的攻防 从中找到一具 和事相仿的傀儡 这本身也说明了 其身上是有能力的 至于两一世未来的走向 究竟会是如何 或是少年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